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八卦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魔术师表演失误,变出活龙 二名歌手与海豚合唱,海洋音乐节爆红 三演员误闯动物园,与猩猩上演亲密戏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魔术师表演失误,变出活龙 哈哈,好吧,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机神起又带点滑稽的故事 想象一下,一个魔术师,我们就叫他大卫,铜龙菲尔德 在一次充满期待的表演中,准备展示他的终极魔术,空香变龙 大卫,铜龙菲尔德是个有着悠久传统的魔术师 他的祖先据说曾是亚瑟王的御用娱乐师 专门负责在宫廷宴会上变出一些小兔子和鸽子来逗大家开心 但大卫不满足于小打小闹 他想要做些震撼世界的大事 于是他决定变出一条龙 在那个命中注定的晚上 观众们秉息凝视着舞台中央的巨大魔术箱 大卫带着他的标志性高顶礼帽 一边念着听起来像是从哈利波特、李超来的咒语 一边神秘兮兮的挥舞着他的魔杖 灯光忽明忽暗,音乐也越来越紧张 观众们的心跳几乎能和古典同步 阿布拉,卡龙布拉 大卫大喊一声,然后猛地拉开箱子的帷幕 但是,哦,天哪 不是一条由丝巾和橡皮泥拼凑而成的假龙 也不是一条机械龙 而是一条真真切切,活蹦乱跳 可能还会喷火的活龙 他的眼睛闪着好奇的光芒 看着这群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小小人类 观众们首先是一片寂静 紧接着是一阵混乱的尖叫 有人惊呼这是最真实的3D效果 有人则在想这是不是那个新的增强现实技术 但很快,当龙开始在舞台上踱步 偶尔还用尾巴拍打地面 大家意识到这不是科技的魔法 而是真正的魔法 大卫,铜龙菲尔德 此时可能是场上最惊讶的人 他的魔术书上明明写的是变出一条看起来很真的龙 但现在,这条龙看起来不仅真 而且活蹦乱跳的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刚从兵与火之歌的拍摄现场逃出来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大卫试图用各种魔术术语来让龙消失 但龙似乎对此并不买账 他甚至开始对着观众喷出几团小火焰 好像在说 看到我,我是不是很厉害 最终,大卫不得不承认 他不仅变出了一条龙 而且还是一条他完全无法控制的龙 幸运的是 这条龙似乎并没有伤害人类的意图 他只是对这个新奇世界充满了好奇 故事的结局是 大卫,铜龙菲尔德和他意外变出的 龙成了全球新闻的头条 而这条龙最终被一家专门照顾 神秘生物的保护区收养 大卫则被魔术界誉为真正的龙语者 尽管他自己至今也不清楚 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魔术师 也可能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 遇到一些 让我们称之为意外的惊喜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这是一次关于预料之外的奇迹 控制与放手 以及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教训 记住 下次你看魔术表演时 不要太惊讶 如果变出的不仅仅是兔子 而是一只独角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名歌手与海豚合唱 海洋音乐节爆哄 好的 让我们潜入这个旋律 与波浪交织的奇妙故事 想象一下 阳光照耀的海岸边 人们聚集在沙滩上 耳边响起了和煦的海风 和轻柔的海浪声 突然 一位名歌手走上舞台 他 他的声音如同天籁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喜的部分 随着音乐的起伏 海面上跃出了一群海豚 它们似乎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唱回歌手的旋律 这不是电影场景 而是在海洋音乐节上 真实发生的一幕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海豚是大自然中 非常聪明的生物 它们的社交能力 和学习能力令人惊叹 它们能通过声波进行沟通 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声音 所以 当一位名歌手与海豚合唱时 这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这是跨物种交流的艺术展现 这场合唱的背后 可能是一段长时间的训练和准备 歌手需要了解海豚的声音频率 调整自己的歌声 以匹配海豚的唱腔 而海豚则可能经过训练 学会在特定的音乐节奏下 做出回应 这种合作 不仅考验了歌手的音乐才能 也展示了海豚的智慧 现在 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海豚是音乐节的评委 他们可能会用超声波打分 而我们人类只能在旁边猜测 嗯 这个频率的超声波 是不是代表了满分 或者 如果海豚在合唱中 突然决定即兴表演 那么歌手 可能需要及时变成一位 海洋版的爵士乐手 跟上海豚的即兴 独奏 这场名歌手 与海豚的合唱 不仅是一次音乐的盛宴 也是对自然界和谐共处的一次送歌 它提醒我们 音乐是没有界限的 它能跨越物种 连接心灵 而海洋音乐节包红的背后 是人类对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 以及对于探索未知领域的永恒好奇心 最后 我们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海豚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的歌词 他们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下次可以唱 一首关于海洋保护的歌吗 我们也想要一个干净的家 这样的合唱 不仅仅是音乐的交流 更是一种生态意识的觉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演员物闯动物园与星星上演亲密戏码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荒唐 却又不失趣味的事件 一位演员物闯动物园 与星星上演了一出意外的亲密戏码 首先 我们的承认 这位演员的极星表演技巧 必定是一流的 毕竟 能够在没有剧本 没有导演 甚至没有人类合作演员的情况下 与一位毫无表演经验的星星共舞 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位寻求心灵感的演员 或许在为即将到来的角色做准备 他漫步于动物园 希望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 然而 他的步伐可能有些过于自由奔放 以至于不小心 穿越了那条不起眼的安全界线 闯入了星星的领地 在这里 我们的主角遇到了一位毛茸茸的巨星 一只好奇而友好的星星 这只星星可能以为这位不速之客是 来自遥远星球的使者 或者只是一个新的游戏伙伴 于是 他用他那强壮的臂膀 轻轻地拉住了演员 开始了一场无声的交流 演员 作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当然不会 轻易放过这个展示自己极星能力的机会 他开始模仿星星的动作 或许还尝试用肢体语言来建立一种奇特的对话 这时 围观的人群 已经开始惊讶于这场意外的表演 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则在一旁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想方设法要将这位演员从星星的怀抱中解救出来 最终 这场戏剧性的邂逅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落下了帷幕 演员被安全地带出了星星的家园 而星星则可能有些困惑 不明白为何他的新朋友突然消失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极个深刻的道理 首先 动物园的安全警戒线是有其必要性的 不仅是为了保护游客 也是为了保护动物 其次 演员的工作真的无处不在 即使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他们也能找到舞台 最后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 亲密的交流总是能够跨越种族和语言的障碍 即便这种交流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当然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下次如果想要与星星共舞 或许 可以先向动物园申请一个正式的访问机会 而不是悄悄地溜进他们的家 这样 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也能保证所有的亲密戏码 都是在安全和受控的环境下上演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最后 我要向大家发出邀请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 或者 你有自己的奇闻趣事 想要分享吗 进入讨论吧 让我们一起开启奇妙又有趣的六度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